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很開心有大家一起,現在我們又有直播的時間 我們的主題是繼續講到怎樣靈聖神的聲音和領受方向和使命 我們上次就在看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就沒有看完的 我們上次就講到把身體健上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不是隨從肉體的私欲,不是為了滿足肉體 不是為了追求肉體想得到的享受啊 主權交給耶穌就不是將人包括家人都不要將他們放在首位 是將神放在首位,這個是很多人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呢,從小時候的觀念都是說 家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都是說家人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一定是信從神,信從人 如果有地方是家人要我們聽神的話的時候呢,我們一定會贊成 不過我們也不要用強硬的方法去對抗 而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去處理 但是呢,就必然是會產生問題的,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都說我來不是叫天下太平的,而是地下動刀兵的 因為呢,很多人一定是,他們會很不喜歡,很抗拒 所以,為什麼人信了耶穌之後,他們會愛神更多呢? 會呢,有時候會聽慕慕的說話呢? 所以,很多人是很難接受這件事的,他們就會有抗拒 好,那我們這次呢,就繼續說到呢,就是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和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我們測驗神的善良,順存,可喜悅的旨意 那我們怎樣能夠尋找到神的良善的,順存 就是完美的,和可喜悅的神喜悅,和我們喜悅的旨意呢? 就是首先將身體獻上,整個生命獻上 然後第二呢,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那我們現在思想一下,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什麼我們留意,不要效法呢? 大家可以回應一下的 就是有些什麼在這個世界上,人是很容易跟從的 而我們基督徒是要小心的,有些什麼可以說一下 貪困,是吧? 貪困,世界上的,尤其是世界有關的,很效法這個世界 名利 名利,是,你將它和世界,講在一起 就是追求,不要追求世上的名利 因為世上的人很追求在世上被認同 有世上的名利,OK?還有些什麼呢? 世上的享樂 聽不清楚? 世上的享樂 世上的享樂 就是很多時候,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坐在一起聊 就聊,吃什麼呢?去哪裡吃呢?去哪裡旅行呢? 不過現在呢,就少了去哪裡旅行了 但是呢,依然是很多人都會說到去哪裡吃 因為他覺得,這麼辛苦讚你,當然是去享受 那麼享受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就是那個次序是怎樣擺發呢? 那麼我們是應該,就是我們是 在我們可以的範圍,影響我們和神的關係和師父呢 我們是應該享受生活的 這個是,不是錯的 不過呢,就是說,我們享受的時候 有沒有影響我們和神的關係呢? OK?還有些什麼呢?不要跟從這個世界 是 質度 質度 質度是什麼呢? 人的質度 是,是,是 就是怎麼樣呢?是質度人呢?還是 不要與人相親,不要與人比較,不要與人計較 是的,就是說呢,是的 就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因為他們容易比較 因為呢,人呢容易比較 所以呢,我們就不要跟從世界的方式呢 是與世人比較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黑白白的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時候,人都是會 人都是會給我們很多壓力的 就是,我自己講一個例子呢 因為我曾經呢,在外國 就離開香港 去到香港 OK,那就我 回去,當我回到外國的時候呢 是有 不止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如果你不是這樣離開外國呢 去到回香港呢 你現在已經可以去曼谷 那 就是,當我聽到的時候呢 當然,就是當時馬上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有一種壓力 但是呢,我就跟自己講 我現在做成了喜悅的事 我不是一定要追求要買屋的 因為世上的人呢 都是會覺得買屋是很重要的 那當我因為我 我內回,外國和香港的時候呢 不能夠買屋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就覺得呢 就是,這個東西是 失去了很多東西 失去了他們去追求的東西 那,但是他們追求這個東西 其實,得到多少呢 就是到底 他們得到多少樣東西呢 是不是這些人追求這些 他們就會,他們的生活不是好呢 其實有很多人呢 他們真的就是追求可以買屋 可以買車,可以有錢 所以呢 一輩子呢 就像太平和幸福那樣呢 那他就覺得呢 做人呢 就是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些一切都要過去的 所以 當我們 不是跟從他的方式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人會 用一些不好的說話 一些說話會令我們激動的 但是我聽了之後呢 我自己的心就說 我做的是神秘的事 我不用計較他們 怎麼說話 那又另一個人呢 他就這樣 跟我以前的太太去說 因為當時我就在 我回到去 外國適實呢 因為 因為我第一個 太太適應不到香港 所以我去回 那我回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又 經歷聖靈 那我以前的傳統教會 不再接受了 那我經歷聖靈呢 也都在想去不同教會去找一些 事奉的崗位的時候 是找不到的 那找不到的時候呢 那我就曾經呢 在一個教堂 在一個開放聖靈教堂 就跟他說 我不可以讓我在這裡 開中文的工作 那他說可以 但我完全是沒有人的 那我就站在街角 因為他那裡離開一個 比較多人的街角 都要整個兩個街口 就是那個街口長的 那我就在那個街邊那裡 然後呢 就向那些人傳呼呼 那有一個人見到呢 就告訴我以前的太太 那他意思呢 就說你看他現在 他離開香港 他回到來之後 他就這樣站在街邊那裡傳呼呼 那 那這些說話我聽到的時候呢 當然是不舒服 但是我自己就心就說 我做神的事 我不用計較這種情況 因為呢 世人總是追求這些東西 但是 他們最終得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 那如果他們有世界上的東西 而他們愛神就好了 但是有些人他真的一輩子 都是 他追求神的東西 但是他又不愛神 不是 追求世上的東西 又不愛神的時候 他結果是 一切都是過去的 一切都沒有神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經歷這些事情 或者你聽到我所說 這些人所說的 話 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怎樣看法呢 你會怎樣想 覺得做傳福音的工作 是不容易的 但是 因為我們愛神 愛我們的神 愛我們的耶和華上帝呢 我覺得 這些都是 好小事 是我來的 是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經歷呢 聽到嗎 是 這個 這個經歷呢 我會首先覺得 有一份 的 同理心 去看 阿爾牧師呢 阿爾牧師呢 他的經歷呢 都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心想呢 因為 我們裡面有神 要我們同在 我們這個過程呢 是很享受的 不會看外界的人 怎樣看我們 當然 聽到的說話 是不開心的 是不舒服的 但是 就是 都是阿爾牧師 教導 我們 是會 聽 要聽 神的 說話 神的 教導 所以我們 一直都是跟從神的旨意 來行 所以 我覺得 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 很欣賞 阿爾牧師 OK 你剛才說 很開心 而且 沒有問題 我想問你 當你要面對 這種掙扎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說到 當我們面對 這些掙扎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面對 那你就說 很開心 是啊 我想問 怎樣 在這些情況下 很開心呢 因為其實 那個過程 我們怎樣形容呢 是不是很開心呢 是啊 依靠神 是啊 鬆靠神 OK 我們需要 針對 那樣東西 我們不只是說 很開心 因為你可能 你沒有經歷過 這件事 我們需要去 面對這件事 怎樣面對 我在說 是 我會覺得很難受 是 你再說 我覺得很難受 是 然後怎樣呢 我自己會覺得很難受 然後 我會反覆這樣 就是 問自己 還有 問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 在祈禱的時候 和神交流 那 神 就會 問我 如果真的沒有收入 你願不願意去做 我就 我就 想都不用想 很 很確定 跟神說 我做 我願意做 因為我很想做 嗯 那跟著 好了 跟著又過了一段時間 又跟神 又祈禱的時候 我就 問神 神啊 如果 我不進入你的計劃的時候 我會怎樣呢 那 那 聖靈就跟我說 那你就不是活著了 嗯 那我就 明白了 嗯 因為如果人是要活著呢 有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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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全人活著 他是要 他的身體 魂 意志 心 和靈 都是要活著的 嗯 我就覺得 如果我不走在神計劃裏面 而走在 就是 自己的計劃裏面的時候 就好像聖靈跟我說 那我不是活著 因為我只有身體在活著 而其他東西都不是活著 嗯 嗯 明白 你用一個字眼 但是不是有神風性的生命 就是 身體是活著 但是不是有神風性的生命 嗯 明白 好 那你先說到呢 是 痛苦的困難 這個就是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說 我們一定有個過程 的 當我們聽到這件事情 其實那些人說的 因為這些人都是基督徒來的 都是我以前曾經牧養過的人 曾經是我的教友來的 他見到我回到香港 然後我就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們是用這些說話去說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我們的心是會有一種 開心啊 受景想啊 但是我即時就告訴自己 我在心裡面處理 就是我想大家就是 去 去 體會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會說 立即叫我 就很喜樂 視乎神啊 人是不會這樣 被人說完 就很喜樂的 一定的心是很危險的 但是呢 我們就處理了 問題就是 我們是幾秒鐘 幾分鐘 幾個鐘頭 幾日 幾個月 幾年才能處理到 那當然我是盡快 就是我不會說 就是我在幾個鐘頭 我就將這件事情化解 其實我一 我聽完的心已經去化解 不過我的心還是不舒服的 那我就繼續去 去跟自己說 我所做的 神喜悅的 神會祝福的 神會紀念的 神也都會開路的 那其實呢 我也都想不到 將來就是我能夠現在這樣 去影響不同的人 在網上有很多人 在非洲也都影響很多人 在不同國家有很多人 那都是 就是 我回到香港 之後 我經歷正面 會對我生命很大改變 但是在過程中 當我受到一些人的 嘻笑啊 去化我的時候呢 那我 心裡面 的難受 我有幾快去處理 那我都希望大家 能夠處理裡面 有時候 例如是 那些 家人 家人 會反對 另外呢 就是 有時候 教友會給我們壓力 例如可能 教友不認同 我們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 他們呢 就 有不同的方向 就覺得我們太過 太過熱切了 你為什麼這麼熱切呢 這樣 會有這樣的說話的 那 我們聽到的時候 如何處理 是 牧師 我想說 牧師 是 我想說 我想分享 是 就是 剛才你說 給家人 教會 那些 大兄姊妹 做長 就是 會說 那些 但是聽到 是 我們是 就是 看到 說 耶穌愛我 我們投入了 做到一些事情 他等於說 不是 有些說話 說出來 就是有些是 很不舒服的 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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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開心 打個比兒 就是 我有時 我那個少祖雷 就是 我主張那裡 有些事情 我就會多些去祈禱 就是打個比兒 祖元那裡 我會去祈禱 有些事情我會去祈禱 但是有些 我不小心說出來 這樣 那我做長 他就說 不要吭吭說聖靈 我都不說這些 有些 很多 講究 那些 反對你那個 就會不舒服 但是 我就 我祈禱 還有 我自己就跟自己說 不是看人 不是看 那個 看人 看耶穌 成真有望耶穌 就是 慢慢去一些 自己去祈禱 還有 神去裡面 自己去釋放 自己去 慢慢就會好些 好些 我現在 都 逐漸 都去釋放了很多 我以前 真的 很不開心 我現在 我看得不要緊 耶穌看我做的 我現在做的 不是跟人交代 是跟神交代 耶穌指導我在做什麼 是 這個 就是說 就是說 有些人 反對我們 的時候 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而我們怎麼去處理 在過程中一定是有掙扎的 那 因為 我們放下這個世界 肯走神的路的時候 都一定 有時候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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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反應 我們都學習去處理 就是說 我真的 不效法這個世界 事實上 有很多 驚徒 他們都效法這個世界 當他看到一些人 很 毀身的時候 犧牲很多的時候 他不是看到他犧牲很多 他是看到他 你失去很多 你就 你自己 傻了 你自己做得不對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 這個 放下世界 不效法這個世界 有時候 是一個 困難的事 不過 我們靠著耶穌呢 是 能夠一步步處理 不受人的影響 其實我受過 這些說話 都頗多 但這個過程 我就堅決 深信 神是喜悅我 也都在這些過程 神就教我處理了 就是 教我 去 放下人的垃圾 其實 很多人跟我聊天 都說 哎呀 那些人說話 我很不開心 就是因為 他吃了垃圾 那他又不知道是 他就整天 一直吃 那這個都是 不要效法世界 就說 我不跟從世界的價值觀 他們的價值觀 我不跟讀 我是跟讀神的 OK 好 沒有人 但是我想 譬如說 放下人家說的話 當然會不舒服 你來神裡面 處理了 或者自己反思 有沒有做錯 就是 都是這樣 遙書 譬如說 人家都會有 過濕 就是有 盲點 我都有盲點 我覺得 就是這樣放下 然後 有時候 放下了 就OK的 有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家的不好 那些聲音 又會飛過來 是啊 就是我們的心 又再 板彈 有些意念 走出來 是啊 CD翻底 是啊 沒錯 那些怎麼辦呢 是啊 那我現在問你怎麼辦 我反問回來 那怎麼辦 會聽到那些不舒服 特別是我忙的時候 就會 那些聲音 又走進來 走進來 我都說 我和神宣告 我說 我要說 我願意愛他 我是願意愛他 這樣 是 是的 願意 你心中不舒服的感覺 怎麼樣 感覺不舒服 想到 那個 就是對方 想到對方那些聲音 和那些 做事的方法 好像被人家 操 我不喜歡被人家 看就是操控 你明白嗎 人家總是覺得 你這樣好 點點點 他都不聽你說的 我都很想 表達 可能我多說廣東話不好 可能他想 和我表達 不是我那個意思 有時候他多說 是 另外一個意思 有時候說是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不是很想這樣 我很想表達我 離身的想法 一直都是發生 他不停地 比如說 你說了 他馬上就說我 點點點點 其實我總是說不到我自己的 其實幫我說是另外一件事 我是很不喜歡這樣 就是會 有時候很忙的時候 可能這些聲音就會走出來 你看 他以前點點點點點點對你 點點點點對你 就是不讓你說話 一直都是這樣 但是我都是 好像遲些翻地 我就是 宣告 我說我已經搖滑了 我不想想 我想忘記 背後 努力面前 我說我高了鼻子 我不理了 這樣 是的 我們不理得來 都有很多方法 有時候有些人不理 是很不開心的 心是很白 那我們 如果我們不理的時候 又失去了 喜樂又怎樣 譬如我們不理 但是呢 心很悶 很不開心 這個是神想我們的方法 不是 是 神 我們怎樣可以 被他們影響 但是我們跟著 怎樣處理 而不會濕去喜樂呢 自己背 背自己的十字架 我覺得這個是 尼於神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因為自己都會被人影響 那些話 都有寄出來 你寄出來當然是 自己都被挑動了 但是有時候是 又入了神的內 想 主耶穌說 被人欺壓 就是 那個 以色雅書 五十三章 他說 他被人欺壓 就是說 被別人欺壓 也是 不出口 就是說 默默無聲 他在講 某些人手中 也是 不說 我就是這樣 想到 主耶穌的話 裡面 平息了 真的很舒服了 這樣 OK 這個 他 不開口 是講他外面發生的事 就是他外面不開口 但是他裡面有些什麼處理呢 就是耶穌 當他聽到別人威嚇他 攻擊他的時候 他裡面是會怎麼樣呢 耶穌不是人 他是人 不過他跟我們是不同的 因為他也是神 他是跟我們不同的 他的處理跟我們也是不同的 但是他都一定在裡面有一些意念 那些意念會是什麼呢 就是當他被人欺壓的時候 結尾 就是說 主耶穌 他不以人 不以神 不以自己 統等強奪之爭 他裡面就是有安息了 就是放手交給主 就是寧願忍受他的十字架 這個他忍受就是那個結果 是 結果他會忍受 我現在問他 他的裡面 他會有些什麼意念 令到他受那些人的影響 有一些經文 不知道是否正確 他說 寧願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都不知道 這個又是他做的事 這個不是說他裡面的處理 耶穌都會有處理的 不過他處理可能是 是0.0001秒 他即時呢 他一聽到這些說話 他即時會 有一個裡面的解釋的 大家會不會說得出 他裡面有些什麼處理 他們都要留在哪裡 他會把自己放在兩邊 不知道才剛好 是,他自己放在一邊是對的,其中一個對的部分,繼續說,還有人想說,是嗎? 是,他會想,這是神要他做的事,即是焦點上帝道 是,這個也是他會想的事,我是做神的事 他還會有什麼其他的意念在裡面呢?讓他受這些人的影響呢? 譬如說,他當時,那些人說他救別人,不能夠救他自己 那麼他在裡面會有什麼去過程呢? 我想他心裡面有很大的寬恕,有很大的遙恕的心 寬恕就是個結果 我們要分清楚,我不知道大家拿不拿我的意思 即是他的結果就是寬恕他們 但他裡面有什麼去做,然後他能夠去寬恕他們? 他憐憐他們 是的,憐憐 我想說,我覺得是這樣的 即使耶穌是完美,當他聽到一些說話是攻擊到他的說話的時候 他一定是會把這些說話 判斷這些說話是什麼說話 這些說話就是在那裡嘲笑他,說他沒有用 那麼他即時在裡面,他即時會有這種反應 在他裡面處理,就是我所說的就是處理 處理了一些人的說話 那麼他怎麼處理呢?就是說 這些人,他是沒有看到神的心意 神是有個奇妙的心意,他要成就偉大的事 我就不需要給他影響 這個就是清理垃圾了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我不需要介意他所說的東西 因為我是在做神的工作 我是會救很多人 那麼他就於是呢,將這些人說的話 即是他即時呢 當他聽的時候,他都必定是有一個 即是一個反應,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即是他都會有這個反應,因為他是一個人 他有這個反應 但他即時就說,這些人不是以神的事為念 即是好像比特叫他不要聽十字架了 他即時會判斷這個說話是出自魔鬼的 他就會馬上跟魔鬼說實彈推文 大家拿不到我的意思 就是他會清理垃圾 也都同時他深信 他是神的體重,神要用他的 就是這兩個部分 即是說他跟神得到 他知道他自己的目的 而呢,也都呢 他會知道那些好的說話是垃圾 他會清理垃圾 所以他就會叫彼得 即是因為他所說的說話 撒旦去外後才去罷 大家拿不拿到 而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聽到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們能夠有多快去處理 就是這些人他們以世上的事為念 他們是 即是其實是給魔鬼用的 在那時候呢 是給魔鬼用的 他只是想到買不買到屋 那這些說話呢 如果我介意呢 我就會被魔鬼 在那時候呢 換到我了 令到我灰心 即是說我這樣做是錯的 但是當我堅持 我所做的 我只是為了神的緣故 神一定有祂的目的 一定有祂的心意 所以我 可以放下這些垃圾 我可以從神得來 這就是那個處理過程 而我深信耶穌 祂的心裡 因為聖經也有說的話 祂是 祂是 不需要人告訴祂 人是怎樣的 因為祂知道萬人的心 祂不將自己交託給他們 即是當祂聽到這些說話的時候 祂知道這些人是被罪惡影響 祂知道當時是被撒旦影響 所以祂即時會把這些說話呢 否定 實在去挖旦去殺 這個就是清理垃圾了 然後跟著呢 祂是會 祂也會說到祂是來到成就神的心意的 祂就是 祂首先有從神的目的 然後呢 祂也知道那些垃圾是需要清理的 OK 有沒有人想 你明不明白我所說的話 阿義牧師 我想請問一下呢 就是被人說 今天又不知不開心 那這樣可不可以怎樣用 德性五部曲呢 其實呢 我剛才說的那些呢 都是德性五部曲的其中一部分 不過那個部分呢 就是刻意處理 和聖經叫我們做什麼 德性五部曲呢 就是留意到 譬如別人說的話影響我 跟著呢 第二個部分 我深信它有破壞性 第三個聖經叫我怎樣做呢 聖經就是說 我們去看人 怎樣看 我們是看神的心意 然後呢 就祈禱 求神赦免和給我力量 然後呢 我就選擇信服了 那這個選擇信服呢 其實是有幾個步驟的 我就選擇 不介意人去批評我 我選擇相信這些人的說話 不是出自神 是其實他給魔鬼使用 他是想伴到神的兒女 那些想侍服的人呢 可以讓他伴到 就是告訴那些人 你做的事是失敗 因為你買不到屋 所以你是失敗的 那是 一句分辨到他這個說話 跟著我就選擇 不給他影響 我一直告訴自己聽 神 看錯我所做的事 我做神的路 跟從神的方式 神終必會成就祂的計劃 我必定會走到神的路 因為我就在心中這樣去處理 我就沒有反駁那些人 我又沒有去 就是又沒有去 情緒的反駁 又沒有用說話反駁 他講了我就聽了就算了 那我心裡面我就處理 我又不是 又不是悶悶不樂 我就會即時盡快處理 盡快在一個 回復起落的狀況 很重要就是 我們不要失去起落 失去起落 失去了起落 魔鬼都打贏了一部分 就是如果我 做得很不開心 那我就經常在一種的 就是壓力之下去侍奉 壓力之下侍奉 神是想我們心裡柔和兼卑 讓我們興省的 享受心裡能夠得享神的安息 OK 大家明白嗎 我所說的這種心態 所以你們先說 遙暑吧 遙暑就是個結果 就是我做完這些 我才能遙暑到的 我不做完這些 我還未能遙暑的 所以我們幫人的時候 我們不要只要遙暑 我們就跟人說了 這些人說的說話 你覺得是不是真理呢 你覺得神怎麼看你所做的事呢 你覺得他們說的說話是出於神 還是出於魔鬼 被魔鬼使用去攻擊你 當然有時候人都會 我們有時候說錯話的 那些我們要認錯了 但如果不是我們錯的時候 我們就分辨了 這個是出自那裡的 我需要不需要放在心上 如果不是出於神的 我就不需要吃這個垃圾 我不需要受到這個 而我在做神的吩咐 我就可以因爲神而喜樂 而得力 那這個就是那個過程 先能夠 也都一方面就是說 這個人其實他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 所以我需要介意他的傷害 大家明白 沒有所說的 明白耶穆斯我想問 譬如說你處理了 但是你都每個星期會回教會的 站在教會的 譬如說自己的聯造或者組長 他有時候都會彈出來 好像那些東西攻擊比較 因為他覺得他不認同你 他都是有一種好像漏曲的 就是會說你不好 就是組裡邊 就是群組裡邊說 譬如說這個哪個好 這個神不要這樣對其他 直接這樣說 好像攻擊 就是令到你自己也不舒服 那又怎麼辦呢 因為你沒有理由不回教會 這些怎麼辦呢 當人是繼續在教會裡面 是啊 攻擊我們 有幾個處理方法 就是這個講到 這個就不是處理內心了 處理內心呢 我們就 即使我講了 就是我分辨這些人說的話 他們不是出自神 他們不是要祝福我 他們是想 即是拆毀我 或者有時候我做得不對 我就要承認 那 但是這些人依然是拆毀我的神 我就不需要控制心上 這個是內心處理 內心處理才跟他處理 跟他處理是有不同的方法的 我們要判斷這個人 會不會聽人說話 如果這個人 他完全不會聽的呢 我們就需要怎樣呢 只能夠接受這件事 就不去介意了 這個人如果他都會聽 可以討論的 我們就可以說出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希望你明白我的心 我都是想祝福人 如果他是反對聖靈的工作 而我們是開放聖靈的工作 我自己覺得是很難同一個教會 一個方法就是我們依然在聖靈中運作 但是我們不講聖靈的名字 如果我去到一個傳統教會 我就不會跟他們說聖靈 我只是說愛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 傳統福音 我就不會說 我又會說 愛耶穌 和耶穌有親密關係 讓耶穌感動我們 我就會說這些 就不會說 要被聖靈充滿 因為這樣呢 我們就冒犯他了 因為他根本不會接受 如果我們仍然留下這個教會 我們不能夠一路去說一些他們不相信的事情 就一路對抗了 那如果是他們無理的對抗 譬如他們無理 我們明明做好的事情都對抗的時候 那我就會說 我們就需要很清晰地去面對 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做神的功 他們都會繼續去抗拒呢 如果他們真的繼續去抗拒的時候 那我們就考慮是不是跟他合作了 就是說這個人 可能他真的 他的生命是很不成熟了 那可能我們都避免跟他合作 那去到一個極端 如果真的整個教會都很反對 我們所做的時候 那我們就考慮 到底在這個教會我們發揮了 就是我們需要去找一個 來發揮的教會 那如果譬如 大家都可以 沒有事這樣的 譬如我們又不說聖靈的名字 他們又 就是又不會故意去抗拒我們 那我們就任得他了 因為 合作都有很多種程度的 有些合作呢 是全心合作 那我們希望教會有這種合作 但是有些教會是很難去全心的合作 只是一些 到某程度的合作 事實上 是 有些教會是比較難些 跟一些 就是他們的靈魂同 程度的人呢 會比較難些 全面性的合作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尋仇神 可能我們 找到一些 鄭英姊妹 得到牧師的許可 我們 開一些新的工作 是一些 同心的人 在這個事項裡面 一起同心 如果 譬如有些人 他經常都對抗 是很難一起去商量 一起去傳福音 一起建立明明 他每樣都看得不對的時候 根本是很難 所以聖經姊姊妹說到 二人 如果不同心 豈能同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分別 去做 那我有沒有答到你的問題 有些 有些有答到 有些 例如說 他是一個組長 因為 有時候 他在他的角度去想 他覺得 有些事情 例如說 我去你那裡 你又去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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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花火 因為他知道 你要去人家教會 還沒醫治餘 你明白嗎 你會聽到 很不舒服 我覺得 我自己反省 做事 很謹慎 有些事情 Face說到 說了 人家不開心 可能只是站在立場 覺得 你去一次 第二次不行嗎 你還去幾次 當然不太好 很想說你 面識 語言 都是說你 我覺得 人的工作多 不是說 其實 我 主耶穌不是這樣想 慢慢 每晚 都 有恩典給我看 就是有恩典 但是 有些人的意思 我覺得是 快過神 他不明白我 他不說 是照著 他覺得 你為什麼要受傷 受到這麼深 呢 他不明白 就會 不合他 所想到的 我覺得 有些人 有一把車 那個標準 因為我沒有到 那個標準 我自己覺得 是有些不舒服 OK 這個有兩件事 一件事 一件事 就是你的心不舒服 這個處理 是 處理這件事 就是我們告訴自己 我做人在監獄的時候 我不需要介意 這個就是 內心的 處理 就是 他不接受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這個就是 處理了 內心的處理 但是 跟他相處的時候 繼續怎麼樣呢 這個是另一個 另一個 那 我剛才聽到你說 就是說 他 贊成你去 那些聚會 那 首先我們那個聚會 不是教會 就是我們是一個 不同 中派的人 都可以來到 得到 醫治 和得到訓練 就想他們在自己 教會發揮 不是叫別人 離開他的教會 我們沒有叫你們 離開你的教會 你是在那裡學習 那這個呢 就 可以跟他們解釋 就是說 他自己知道的 嗯 他自己知道的 嗯 他都 跟你都熟的 他聽過你的講 都覺得很好 最好 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呢 我發覺呢 他有時候 插尾啊 就是 他都會見了 有時候又插尾 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講得不見 我 我用過於講 好嗎 我過於講得清楚的 嗯 就是說 有時候 他說是 和諧的建立話 有時候 他又說的是 拆毀的話 你明白我說 拆毀 拆毀 對方的話 所以我一直呢 就是跟他 很避 避開 因為他也有 遠弱的地方 非是可能 我也有遠弱的地方 我不想跟他 仗在一起 一仗在一起呢 都不好 是吧 就是逃避啊 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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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他拆毀 你又是你拆毀 對呀 因為他有時候講的話 我覺得他不是 不是建立 是在裡面 有時候有些人很快想到 立刻要講出來 要點點點 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表達啊 如果他不對 對方是很不開心的 就是因為他講的話呢 有時候地方會不舒服嘛 當然那些是不是建立的 話咯 你的意思是 他會講的說話 拆毀你 令到你不舒服 是吧 是啦 是啦 有時候是OK的 有時候呢 就 是啦 就會有這樣咯 因為是一個教會嘛 一個組 是一個組長 我都有時候是避開 唄 避開 唄 不參加組 是啊 你經常如果不聚會 神都會悠傷的嘛 不合成的生意 我又不想呢 因為人呢 影響我同性 不參加組織 我呢 我呢 我現在呢 我想分享一點點 就是我現在 我教會呢 就是以前那個牧師 和現在那個牧師 就是剛剛生入兩年的一個牧師 還有跟著你 我的教會呢 那個傳道啊 那些什麼都換了 有換過 就是 請過的傳道呢 都是 就是生靈的 就是 很好 什麼的 整個氣氛都不同 那麼 早期呢 我就很不開心 有時候呢 會 看到那些大兄姊妹 就是尤其那些長生什麼 或者搞什麼 怎麼去祈禱啊 怎麼去宣告啊 這樣 今天 就是我的人組長呢 就會有些 會說 我當然不是的 就是以前 現在呢 換過一個牧師 和傳道都換了 現在呢 是神呢 哇 看到很大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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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教會 那個 神的同在 和生命都不同 不是世界那些 以前就很多 經常走過去呢 笑了啊 都說 好不開心啊 說這些 就是很負面啊 要說痛啊 要說 就是 現在就不同了 就是 我以前 我就不敢亂說話 我 被那些 牧師童做錯理化得多 我自己又不舒服 我自己就 有時候 祈禱啊 有時候 自己去 反射 反射 我自己做的事啊 那 自己就 精神 就是小心點 說話了 現在看到 我 教會 以前是 不同了 就是換過 現在的牧師 又傳道啊 那些什麼都換了 整個都是神 就是很大的祝福啊 很大的忍念當中 真的好 我就 牧師現在都不同了 對我都不同了 一天一夜都不同了 就是看到我 就是看到我 所以你的情況已經解決了 因為 因為 解決了很多 就是可以說 可以 就是可以見到曙光而已 那這個 是一個好的結局 那如果 就是教會都 走 這個復興的路 聖靈充滿的路 那 就是 你都說得出 如果有時候 一個教友 他本身是經歷聖靈充滿 他心裡很火熱 那些教友 不是的時候 他又有他的角度 我們要明白 他有他的角度 就是他覺得呢 哇 你現在很不同啊 好像 有些人會覺得 怪怪的 為什麼你要用這種方法呢 是啊 是啊 就是他會覺得 為什麼你用這種方法呢 所以我們 最好呢 就能夠用這個方法 是 柔和的 不是去 跟他們 去抵擋他們 柔和的處理 但是有時候 譬如我們很柔和 但是他都不肯柔和的時候 那這個第一 就是我們接受呢 是 人有時候有的問題 那我們 我們 就是他 生命 不是很強 所以他呢 他用的方法 就選擇了用一種對抗的情況 那我也鼓勵大家 盡量在這個教會裡面 可以的話 保持和諧 那如果真是有些小組 小組和聽導人 小組 那 覺得真是 很難夾到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全體的小組 那就是一個 無牌的方法 就是我講到有時候呢 都是 有些經歷四年充滿的人 在一個 傳統的教會 的確是比較難 一些 在那裡 就是運作的 但是我自己呢 我都 有時候 有些傳統教會 請我去講到的 他明明知道我是 四年充滿 不過他 我又不講四年充滿 不過我只是教人去愛神 啊 主理生活啊 那他們聽到我說的 都沒有問題 那些教友聽到都覺得 有很多鼓勵性 那就是我 就不冒犯他們的方法 在 就是聖靈的運作 我帶他們去敬拜讚美的 那也是用柔和的方法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帶敬拜讚美 都很大聲 很 就是比較 很強勢啊 那我就不會用這些方法 不會用柔和的方法 那他們都會接受到的 那些人都會覺得是 有平安 有祈樂 那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有智慧 去怎樣處理的問題 OK 還有沒有人有 有話想說 那些問題 OK 那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 我們就一起祈禱吧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幫助我們 我們這次都沒有看完 我們這次是十二章 一到二節 那這裏給我們看到 原來三樣東西 都是要慢慢去分析 就是怎樣將身體獻象 就是整個生命給神 譬如我講到我去到外國的時候 那些人就講到要買房子 那些人是親口 就是有人親口成房子的 因為你來港 所以你現在都買不到房子 那他真是親口成房子 那 在我心裡講 我就說 不要緊要 我買不買都沒有所謂 我將身體獻象 給神人使用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就是我心裡面 已經是 有這個決意 所以他們講的時候 不會影響我 雖然當時有不舒服 但是我盡快處理了這些感覺 那還有跟著就是 今次講的就是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不要跟從這個世界的人 那些人 體重名利啊 成功啊 節財啊 曲啊 這些的東西 而是我用神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價值觀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世界是要看有沒有錢啊 成功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普通人 所追求的東西啊 那 而我們呢 就跟從這個世界的方式 我們下次才講到呢 心意更新而建 整個生命更新而建發 叫我們逐步能夠 測驗和進入神 善良上全可氣的指揮 我們一起去通告 今天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的完美計劃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 完美 你非常充滿愛 充滿喜樂 充滿平安 也都有神 你的同工 加力給我們 求主施恩祝福 多謝天父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整個生命 給神整個生命 給神使用 不要跟從這個世界 叫我們知道 跟從世界 因為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必失喪生命 凡為主耶穌失喪生命 就必得著生命的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是放下這個世界上的價值觀 跟從神的路 從神得力 也都是有平安喜樂 不讓這些人影響 不會說 啊 為什麼 這個教會會有這麼多人的問題呢 我們接受人就是有問題的 就算去到一些 很興更新的教會 都有人的問題的 也只要幫助我們去 接受人的問題 而只是想 我們可以有些什麼 貢獻在這個教會裡面 都可以更加祝福那些人 多謝天父戰略 不算媽媽 好 祝福大家 如果您再有些問題 都可以在那個 elly Perhaps 發出 我故сь 寶卡 我鼓勵大家 第一 發出立 Sarinin 清醒 第二 用和平的方法處理 你不要 Cannon 才跟他碰撞過 特意去碰撞 去抵觸的情況 譬如有些情況 那個教會真是信仰上有問題 或者他們完全是無緣無故的反對人 很愛主 很投入主 去幫助人去靈靈更新 愛主 團夫人 這些他都反抗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才去衡量 到底這個教會不適合我們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盡力在教會裡面和平地相處 去逐步影響他們的事 如果你再次回答 李宗盛 祝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